大家好 这段时间 史书兰冒出了非常多的新芽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剪 后期新芽才能长得壮 我这棵史书兰 这条新芽非常出壮 一直以来每隔20天 用兰科植物营养液 一堆1000毫升的水 给它喷湿烟面或者是灌根 再看一下我这一盆 这两条比较出壮的新芽 再看一下这条比较弱的 比较老的 这条我们就从这个位置给它剪掉 剪掉之后把根系 把伤口 晾干 然后我们拿去圈叉 剪掉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养分 把更多的养分 集中给 这个新芽 才能长得壮 夏季 温度高 空气息度低 我们要经常给它喷湿水 给周边喷洒 目的就是为了 营造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而是 舒服兰生长 给它进行 物理降温 一定要摆放在 阴凉通风 良好的地方 这样呢 更有利于 舒服兰 新芽更好的生长 好了 再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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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